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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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都知道我们过去西瓜保全全国经理会 下午都会邀请一些学者专家来问我们做演讲 其中也包括前行政院长陈忠 前行政院长张山正 也包括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忠苏院长 甚至包括工研院和赤社会董事长以示范 以及前几天在这个新光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的全国经理会议邀请孔明星 事实上新光明镜要求 不过历次来我们要求的这些学者专家呢 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来 这么多关系机构的长官也慕名而来 但都一想一堵这个唐宏正伟的工材 那事实上我也呼呼一下 我们唐宏正伟也出生于1981年 今年刚好40岁了 还是40 不曉得 从这里 可是他的首部曲就非常精彩 他的智商是180 为什么命运太久 因为智商180 所以是负表啊 这是负表 请大家部长翻译一下我 那么他除了智商180以外 因为这种天才人统教育很麻烦 很拖痛 所以他的幼稚年念了三卒 小学念了六卒 应该没有错 因为我都有做功课 然后在小学四年级短 因为这个教育的关系 他不但习惯台湾的教育学者 爸妈就把他送到德国去 你在德国接受德国式的儿龙教育 他是完全对台湾都不厉害 非常自由民主 当然小孩子只有八成 后来他爸爸觉得他应该回来再送 台湾的教育 中王的教育 所以把他带回来 他国一的时候 在他国一的时候 他因为对电脑城市想写去 八岁做一些电脑城市 他在国一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个电脑城市 是缩写的方面 他获得国内比赛的比赛 到国二的时候 他又写一个电脑城市 就是说 魔法哲学家 电脑哲学家 那么得到第一 就凭这两个 他就可以保送这种 可是国上的时候 他的私属 他到底要不要念这种 大家是考不上 他是在想说 我要不要去念这种 他就到新电脑去闭关公司 回来竟然跟他爸爸妈妈讲说 我不想念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父母 我去撞桥 这是大家 他梦寐以前的学校 他竟然不决定 他决定自学自修 所以他到16岁的时候 他就要朋友成立公司 听说一般赚钱 资讯公司 但是他还是参加公司 那么后来 一直有在一些电脑公司里面 也服务当部门 专门听人家解决电脑城市的问题 他还提到说 像他也参加这个Hackson的联盟 Hackson是什么意思 就是Hacker 像马拉松一样的 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 这个感觉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一直看他就是要取得他的努力 那么这个 这个 他提到说 我们一般 像我们的这种商业劲 都听到Hackson就像有名 就是清除电脑人 就像说Hackson有跟两种 跟一般我们所要求的好人的Hackson一样 Hackson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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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充满在清除人家的电脑 甚至不要受伤害 可能被你勒索 另外一种 叫CPUHackson一样 就是公民Hackson一样 就是公民Hackson一样 这种Hackson一样 他就是所谓CPUHackson一样 那因为他对网路电脑的情绪 各位都知道网路电脑是勃劫的 强调的是投开 强调的是登下 Share 所以他的观念里面也是很多东西 他就是Hackson一样 他担任我们的这个部长 是台湾首位这个数位部长 那这个数位政委 那政委相当于我们的部长级 但他任内里面 他是负责提升我们台湾的 整个政府的数位友谊 所以他任内最友谊的 就是刚刚遇到疫情 他主导下完整了我们的这个 口罩地图 所以大家在台湾这个变加称赞 就是我们 因为当时的口罩是一兆难求 但分配上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有些人拿到很多口罩 没钱就拿不到一个口罩 可是这个有关人力 所以我们台湾实施 实名制的口罩再配置 那么透过APP地图 大家在超商在药店都可以 很容易的取得口罩 甚至口罩地图不是只有一个密码 它有1.0、2.0、3.0 不知道没有4.0 好像有 一直做到4.0 后来因为口罩已经相当普及 现在口罩摆在早上 我看到很多 大家挑颜色 在台湾已经奢侈到 不是看口罩有名 是还要挑颜色挑涂版 那才爽 那这个就是我们唐政策的口罩 其实政策商贷 生费就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在他手下 能够主导完成的一个真实外界 就没有人在抱怨 大家领上这一圈都领了 Easy 还有今年如果有亲自报税 下午就不吃 都是我们台湾在报 趁这个机会知道我们所得 但是他告诉我 因为今年报税非常硬 政府都给你算好 反过来是你自己check 对不对 以前是我们自己报税 政府来说给你掌缴税 既然你知道我掌缴 为什么你看什么 那现在政府改变了 他是帮你算好 那你自己看 yes or no 所以今年缴税也方便 这也是这个唐政策的口罩 那曾经有人问他说 你这个是为政府委员 你在政府去做什么事 这是伸当那种责务 他说我不为政府做事 我和政府一起做事 我不为人民工作 我和人民一起工作 这个到底能这样 我希望各位在座同事可以示范 你不会新方法学工作 你是跟新方法学一起工作 好不好 你不为老板工作 你不为老板工作 这位数位政司的政委呢 他甚至想与国际 日本的媒体称呼他为 天才型的IT方程 我相信在国际上 尤其是已经发生了很多 他们在国际上的致力度 我们在台湾人里面 第一名应该是我们总统参与 我想第二名就是我们 我们的庞政策 也可以说出你们台湾子中 那现在就请我们大家 热热的掌声欢迎你们台湾子中 欢迎你们台湾子中 一上来就很震撼 脑坡有点太强了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刚刚有说就是表明是到了3点 所以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要讲什么完全是由六位所决定 那我还没有解释这个平台 其实上次就已经有12个问题了 这表情大家非常自动自发 那大概能够扫QR Code都已经找到了 如果找不到的话 可以到slido.com 然后输入00111 也是一样 那不管是透过扫QR Code也好 或者是透过输入0011也好 都可以进入一个匿名的可以提问一个平台 那应该有很多公尺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两个规则 一个是说可以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越高的也有个辅导上面 我就知道说在场有比较多朋友 希望我先讲这一题 那我也不一定都会 如果不会就直接说不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最喜悦的问题又会跑到有些下降 所以如果有一些想要追问的 或者就是一些 有时候是一些类似程序的东西 就是说我讲得太快了 太满了 冷气太暖了 不够冷 不够冷 等等 那也很适合透过找最新的问题 来feedback 那我当然就是 一直讲到 就是问题回答完 我一直说 通常都没有办法在结束前回答完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其他问题 我大概都没看过 那现场因为有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所以欢迎就是举手 举手的话 举手的话 有些顺序是包围萤幕上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个对比 这样 所以时间空间结果 大概就解释OK 大家都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有三周一朋友想要问说 我们现在5G时代已经来一个明确时 5G除了运用在手机跟自驾车之外 在哪些自己的机会运用的地方 那还有就是在保全业业的那些运用 在保全业业的运用是大家的专长 我就不断的弄过 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用法 我自己最常用5G 是用在 比如叫做共同在场 co-cresents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我们在5G之前 基本上在跨国的情形里面 跨市区的情形里面 不太能做到碰到在场 大概碰到在场的情况 只限于双方都有广线 或者非常快的无线瓦路 也就是说 关在就是办公室里面 两个办公室是可以做到 相当高解析度的视讯 或者是VR AR等等 但是一旦出来的办公室 回到4G的时候 它那个高颜值的感觉 就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是狭载一部影片的话 它感觉不出来 一般只要你看的速度 不要离开下的速度快就可以了 但是呢 刚开始即时的 尤其是即时而多人的时候 就立刻就会感觉 说你对方在点头 你不知道他是点 你的这句话头 还是上一句话的头 对方觉得他全身关注 在看你的眼睛 而且你觉得他在看你的脖子 等等的这种状况 都会出现 在一个相对高颜值的情况 那我们说见面三分清 那戴了头上 至少也有个两分清 那但是在高颜值 或者是中间还会抽搁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剩一分清 有时候倒扣一分清 我们在那个行政医院会 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在关于就是国际经贸的讨论 的时候 想要有趣的 等等 那我们就有一个心得 就是说 如果发现他的视讯 开始抽搁的话 那就是见面 开始倒扣一分清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果断的 挂掉这个视讯 然后开始打电话 因为声音至少是低延迟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 就告诉我们说 在以前就是要懂 大家在同一个地方的感觉 那个地方是非常受限制的 但是当古居来临之后 像我就是最近 上了院长 有一次搭车 从台北到里来 然后在过程里面 我一边在跟韩国试询 那韩国那边也是 在开发路具的一个 在地的一个论坛 所以也是 就是view很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因为 我是打那个天马 是一个比较广角的天马 加在我 因为我坐右后方 前坐的那个椅子的后面 所以他给一张片 把右边的那个车窗 全部都及时的呈现到 韩国那边去 所以他就好像跟着我 一起坐上同样车 然后在那边就是满游 从台北到里来的整个过程 那又因为他的敌人 起了结果频快 所以随时就是他们在讲说 那这边这个风景 怎么样 到哪里啊等等 就比较有一种 像不是我一个人 在跟对方讲话 而是我带着 我所在的那个地方 常见的感觉 去跟对方讲话 那这个其实 相当powerful 就是让人觉得 那我们不是只是 知识上面 有所切磋 那我们在感受上面 也可以有所分享 像我之前也有跟 纽约语叫做Museum 那他们有一个策展员 然后找一些艺术 艺术家等等 那我们的那个共同创作 虽然我在台北 他在纽约 然后那个艺术家在欧洲 但是我们就是用XRSpace 才是台湾这边出了一个 那一件5G晶片的VR装置 那所以我就实现把这个VR装置 都寄给他们 那我们事实上是在屋外 事实上那个是有 剪模的能力 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那然后带上这个XRSpace 然后我们就全部都靠到 瑞池的一个叫做 马特洪峰 那叫Horns 那其实以我的就是灯箱经验去静越零 要看上这个马特洪峰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一带之后 真的就那种花香论件 那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说 那在就是比较高峰的那种经验里面 然后我们几个人在那边 讨论匿书啊 自己共同创作啊等等 他就是在我们的心中留下 以后我们曾经到过 同一个新的地方 就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影响呢 他又因为不去看连续的视频 所以他随时点头啊 摇头啊 手势啊 嗨5啊 拥抱啊等等这些 都不需要用控制器 如果有用Rubive的话 你知道控制器 要学一阵子吗 那XRSpace 就是完全用手势 所以其实都不用学 他就用手势回忆就可以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这两个小时 或四个小时 所有的这个互动 他就真的有一种 好像我们之前这种report 就是任何人之间的情感和连结 就开始容易产生 而不是好像只是就是 纯粹好像tag talk 就是我所懂的分享出来而已 也是一种 好像在同一个地方的感觉 那这个当然 你要延伸去做应用 它也不是只是在娱乐上面 我们在一些教学的工作上面 甚至是远居的心理资商上面 或者是我们现在做做 精准健康的这个活动上面等等 那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共同在场 这种感觉 去让大家看到出来 对方所在那个实际的情况 我们叫做 Livational Physical System 而不是只是他个人的 当时的这个情况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武剧目前相当好的应用 那当然我们现在 在前智序建设里面 我们会focus在 我们特别就是政府 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通讯权 在通讯权上面 学习权跟健康权 这个构成的一个核心 那在这个核心上面 那再加上 有一些武剧平补的外的料金 这样 所以我们会就是去职务 去用治理物 专门去用所谓 可以平衡越先进的方法 去确保说 任何人他想要 所谓的耳底聚略 他其实在城市里面 又在平衡里面发展的时候 他在平衡那个地方 也能厚顾资 也只有 因为他的小孩 可以享受到 一样好的学习权 而他的长辈 可以享受到 一样好的健康权 那这样子才比较 有可能把地方 双生的工作 做起来 那大家也比较能够 用一种 这种方式去了解 那些地方实施的状况 就算我第一个问题 都会很久一点 因为大家比较有机会 都这样 我们看到 在后面的问题 已经有难得不到 有三十六个人 问了 也是健康权的问题 台湾已经来问到 你的社会 或者提供年长者 有利的服务 请问政府可怎样 结合企业 来利用这些 创新的服务 当然 现在很多想到年长者 但想到的是 说我们怎么照顾年长者 那怎么样子去确保 说我们要再长期 照顾里面 年长者可以获得 就是care 就是获得大家的关系 但其实很多年长者 还是充满了职位的 他其实也很关心社会 他也想到 就是对社会提出 他有关系 我们在公证所 都在云海 就是大家都可以連署 来改变政策 那个云海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 十五六岁的朋友 然后跟可能五六十岁 或甚至更年齐 跟长的朋友 那我当然有一个想法 会是理论 因为没有经过这个 炼化炼症 就是说可能 十六岁跟六十岁这两群人 他们时间最多 就是比较有可能 来共性社会 然后而且也更在意 永续发展 因为如果好朋友 我们其实 没有做好的话 那其实就是受到最大的危害 就是十五六岁这群人 但是就是可能六十岁 七十岁这群朋友的话 因为他的大部分的工作 也是在想要长远的事情 那如果他要聪业的话 通常也比较会去跳 或者是非理论 没有理由 或者做自己制造的方式 所以这个叫做清明共创 就是这两组人结合在一起 这些长辈就不是只想要给晚辈照顾 他也有照顾晚辈的作用 而且也可以告诉晚辈 说怎么样子去把他们强调 这个新的方向 能够更快地落实在这个社会里面 真正达到说它是 Reverse Mentorship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晚辈来告诉长辈 说有哪些新的方向 那有时候还是Mentorship 就是长辈来告诉晚辈 说有哪些特性的做法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在 刚刚提到回到十年之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回到十年之 最早最早就是0.0的版本 但没有看到那个版本 就是2月1号、2号的时候 我们内部讨论那个版本 其实并不是在 在药局用这款卡来口罩 最早我们在想到 用十年之的时候的做法 其实是应用行动支付 因为当时他部门口罩 都是扑到了超商 那超商本来就 大部分都有行动支付的能力 虽然有一些超商 保抵特定的那个 品牌的行动卡等等 如果我想共富国难 是一定愿意把它Relax 那无论如何就是 如果透过行动支付 以及既您的调整 就是有有卡维卡通的话 那其实我们在后端 不然透过联卡 或透过其他的方式 其实也可以做到十年之 可以做到说 你在这边买的时候 你同一个人 他不管你别的票 或你的行动支付 没有办法去隔屁 然后再买一份口罩 那这个事实上是比较方便 而事实上系统 几乎是写好了 那而且我们当时的目的 当然就是 从外面看起来 是说要让大家觉得说 没有囤积的这个情况 不会说有钱的人 全部都买走了 也不会说 百年三年金 或三年一旦 就能骑着摩托车 全部都买走了 就是当时的目的 是为了这样子 但到最后为什么 没有呈现这个方案呢 很大一部分就是 希望对障碑不战友善 因为我们的数据是说 尤其是障碑 就是能够去使用 既定有卡 像竟然有卡 是既定有卡 可有使用习惯的 就是大概五成上下 可能不到五成 但这个情况下 就会变成是说 如果有一半的人 因此任何刀口罩 那其实整套可信息 就有分工的理系 因为我们的真正能用地 埋照尊严学的模型 是要七朝五 就是四分之三的人用 能够买到口罩 而且还要中学的使用 就是如果戴口罩 这个搂住鼻子 那没有用 戴口罩不洗手 也没有用 所以戴口罩 请洗手 这些是全部绑在一起的 那当然 就是电力上见 非常的惯能 可是就是他如果提醒 戴口罩不洗手 没用 你说不定不会理他 但是如果是钥匙来提醒 你比较会认真地听 那而且长辈大部分 也都拿就是 连续门进出房间 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其实后来 为什么是透过钥匙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社区里面 风险比较高之外 还有就是说 这样可以确保说 大家都可以买得到 那确实 一眼一铺下去 之后就达到七朝五 那当七朝五之后 当然没有碰到一些挑战 好比像说 有些朋友 他上班时间很长 下载的时候 要是就下载 但是他怎么样都买不到 但是我们是透过 健保快一通的预定 的方式来完成 但是呢 其实如果真的是长辈的话 他的手机要怎么样做 实力验整机 怎么样预定 他不一定那么熟悉 要怎么做 那或者是甚至 有些长辈他的手机的门口 可能不是自己的 或者是 甚至是有些人还在用 预付卡等等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那这些情况下 它都没有那么容易去 要去忙碰到一通 所以当时我们就去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再 做一个让年长者 更有利的服务 当时我就找到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被 不管是什么 还是实际区淡水 的那个 背太太水 就是我阿嬷 我阿嬷曾经年八十八岁 那我们要提送什么服务 都会先问过他 所以阿嬷当时就 找到他的一个年轻朋友 就是七十七岁的羊奶奶 只有对他而言是年轻 那这位这条年轻的朋友 是在当地非常的有影响力 那他非常不喜欢去要去排队 可是还是需要去排队 就是像我们的那一家全家 好跟娘奶奶奶在那边做 配搭加塞 那三年轻的时候 最早的递送方法 是用提板机 因为面向前大概都有提板机 所以娘奶奶应该有 合逐的结合卡 那所以我就告诉娘奶奶说 因为其实就是 你用合逐的结合卡 通过提板机里面 上面会跳出一个数字 说你要转52 一旦出去 能转确定 那确定之后 就会有一个感人脂肪的收据 那这个收据隔一个礼拜 就可以到胃坛 直接去拿抗照 所以最早的三年轻轻 这样就设计了 而且都测试的差不多了 那后来娘奶奶跟我阿嬷 跟她们那群朋友 就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beta 就是线行测试的一个回应 就是说如果我家设计的话 她们应该去要去排队 虽然要去很远 而且就是这样很麻烦 但是她们会觉得说 第一个我阿嬷其实就是 都是天地板蛋 她从来没有用过她的信用卡 那就算是娘奶奶 也用过她的信用卡 她只要以放弃提板机 然后提板机要给她进入密码 她就会看到上面 那个165当心诈骗 有很多这种就是提醒她说 她的钱真的被转折 所以虽然应用上面是 显示52 但是她脑力会加很多的领上去 她感觉就是好像 52000 52000 可能她继续到被转折 所以从她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 重点还是要让人安心 让人放弃 那这个流程让她并不放弃 所以我们后来就 打改流程 改成说还是更要去 让她进到她去 不用按密码 而且是要会谈 出52块的一笔 那为此才跟市长校长 协调的痕迹 不是很喜欢的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最后也是 用一笔的方式 那为什么 因为刚才跟娃娃觉得说 她从口袋里套出 这二块 她就是给你这二块出去 她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们是要做数位工作的时候 是要让科技来的配合人 不是要求人 必要能配合科技 因为我们如果要求人 配合科技的话 那能够配合的 其实是少数 那这样子我们就 上次我们叫做 就是最大程度的包容 寒容 各种不同的需求 这些事情 但是你要来看看 就是如果我们在一开始 所以小朋友的测试 而且去把这些 长队的智慧融入的话 那其实到最后 就是完美找到她的年轻朋友 她的年轻朋友 然后也后来就 因为这等于是 她参与设计的 她的东西 就去组织起 她的年轻朋友 这个还六十六岁了 那六十六岁 就去组织起伏书生的朋友 四十四岁 就不需要去教育 但我没问题 他们就会 跟走想到 那我们就不要去 要去排队 这里有一个 就是很贴心的 按动于需求 胜出的新的流程 而且还不用考量 每次续勾的时候 还可以直接 就去预订下期的等等 所以在当时这种 就是参与设计 它差一看之下 好像是比较 你知道 任何先进的那种感觉 但是实际上 可以切得到 比较多长辈的需求 就是因为 长辈的参与设计 而且有分享到 他们的智慧的缘故 有三七位朋友 想要问说 请问如何看待保全业的未来驱省 因为安全与便利也很难平等 这样不是很容易平衡的价值 所以想要请问看法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时候 这样的难以平衡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作为设计者 想要帮使用者 想到很多事情 那因为使用者 实际的状况 确实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 未必能够想到全部的状况 但是在一个新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难免就被有所取舍 那这个取舍 当然表现在 好比上说 系统的安全性跟便利形状 有所取舍上 但是又要很多 我们叫做Design and Scan 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它视频难以兼顾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我们现在能有一套 就是新的设计方式 它是把使用者 当作可creation 当作共同设计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问的问题 就不再是说 在这个有点 领和的这个设计选择里面 我们要怎么选 而是说 我们问说 那我们如果给出一个 好像torkit 就是我们有各种 各样的解决方案 然后这些解决方案呢 是任何人都可以来 开放式的运用的 那让使用者 自己把它兜成一个 他觉得最ok的样子 那我会举例 好比像说 像当时的这个 暴雪人难用到 到家旁的这个联署 到2017年5月 那这个时候 当时就是 有一个奇迹 就是有一个叫 Orator的公司 它把JavaGap 这个技术买过去之后 它在2017年 停止了 那个技术的维护 所以如果你是用 Widows 那你还是可以奉学 那如果你用Mac 或Linux的话 那在当时就是 下载完这个元件之后 那就一直卡在那边 然后说 元件安装中 请稍候 但是你怎么稍候 它都不会跑到下一步 那所以大家是 非常非常的愤怒 那然后 所以大家就拼命打电话 给你去国学局 那国学局的朋友 那国学局的朋友 你的电话也接到很烦的 所以就在某一通电话里面 终于有某一位 这个国学局的 call center 的朋友 终于忍不住了 说那你用Mac 不能放税 不如你去借个Widows 放税 那他讲的这句话 当然就完了 就整个社群 就大爆炸 那因为他一开始 回去用Mac 就是因为他不想要Widows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现在我们去借Widows 到底是什么居心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很多设计师就很不舒服 然后就在我们的 公正宗和Sandy上面 做了这样子的连续 那这个连续 那这个连续可以说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实质内容 它完全就是纯粹的负能量 那内文我就不贴在这边 就是完全就是骂人的 然后底下那个留言 大概八成多 或者是财政部长下牌 或者是什么外贸网络 什么这些这些这种 就是非常酸的PH值 可能已经低于0的这种留言 那大概只有不到两成 真的跟你说 我们用Widows 保障很顺 已经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这么把这个局面挽救 然后进入所谓 co-creation 的情况 我们总不能解释说 因为每一个步骤 都必须要依法办理 所以字那么多一个是必然的 那因为就是公文都没有标开 所以我们也来用下调开辟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我再解释这些问题 当然大家都会做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把乍材质上的这两个东西 把它解决呢 那就是有靠我们的 所谓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在2017年当时 其实每个部会 就有新的一群人 就好像国会联络人群 跟立委联络 新闻联络人群 跟媒体联络一样 这群朋友就是跟即将爆炸的 五千人联络 那所以像这一位 是当时的在政府的地方 他就直接在底下留言说 所有在这边留言 让我们部长的朋友 那这个欢迎你们 下个礼拜 来财政资讯中心 一起做出明年的报学希望 那这一个就可以 很有少的去把各方 看起来好像是 零和的这些 互动价值組装 旋徒整合在一起 怎么从零和到整合呢 就是首先 请这个最care的 就是那一位 天安人叫做支援 那他本身是一位设计师 互动设计师 所以他看到廖凯亭 本来就本身不舒服 那他就应用他的专长 那他不是指出问题吗 可以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去在FESA中心 我们透过360的直播 其实这也是共同在场的感觉 去及时的帮我们的这个白板 分享到所有关心的朋友 就是所有的使用者的旅程 有所选拟 所以就是在使用者的服务 开始之前 报学中 报学后 中间他有什么行动 有什么需求 碰到什么问题 他的心理有什么情绪 以及什么解决方法 乍看之下好像有五千多个留言 但是事实上去整理完整 大概就只有这一半多个问题而已 那所以主意来讲 像就会有人在SWi-Dial上留言说 自暴多 净堂号 净堂号 那我在当场主持的时候 其实我主要的功能 就是在告诉我们的公共同仁说 当你看到网络上有人留言说 自暴多 净堂号 净堂号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净堂号拿掉 但是你必须要原封铺通的 把自暴多三个字 如果别人还没有读过 某类似的意见的话 直接放到白板上 因为公文员的脑里 都会有一个翻译举落 他看到自暴多 但是他的长官又看到 他的公文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它翻译成 文字烧嫌荣坠 那就是在签上去的时候 可能字又更多一点 真的是烧嫌荣坠 但是这是有必要的 因为谁也会想到自己的相思 这个就是比较高血压 之类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每一层网上签报的时候 它看起来又更和华一点 但是事实上就是我如果是留院的人 我就觉得你没有站在我这边 那我为什么要付出行李 来帮你去把这个银河变成功好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他还写自暴多 我们就想写自暴多 他写滑立到让人迷亡 我们就是要写滑立到让人迷亡 就是要前面对问题 才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自暴多的话 要让人迷亡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那有些甚至是在挑战 我们的设计概念本性 如果有人在2017年 我之前报过税了 可能还记得说 当你报线事实上完成 人家没有写出的时候 就会跳出一个 五区国序局中 还不一样的吉祥 我们靠上架下 然后用标凯提 就是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全心经常好 那就是这个 就是理论上 感觉上 好像是想要让你感觉好一点 那而且平常看到那个 也觉得很可爱 那为什么就是 那时候总是觉得冲然讽刺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有人指出说 想到的话 谁心情都不好 事实上中间任何 想要让你心情好的设计都是无效的 他事实上 离出了具体的方案 就是说所谓的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快一点结束之后 他去买杯啤酒 他自己心情有变化的方法 不要试着在中间 打断他的绝部阻 然后让他心情好 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本来看起来 好像是过去只有 帮大家全部都想到了 但是其实现在 就是你把实际的 这些朋友们拥过来之后 这些最酸的朋友 当然界面三分情 界面都酸不起来了 然后在这个专业的 就是引导师协助之下 跟我们的库主 就是官方网路 然后跟这个 武区的国税局 也真的就是开了三次的 协作的工作坊 那就把这个东西 也变成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在2018年 就是曼格伦 试用的时候 最近就是6%的难以度 那它兼顾了便利跟安全 这个安全 包括心理上的安全 那在2019年 就是到来就是8% 大家都可以用心的 暴水的体验 那在2020年呢 就是像董事安昂说的 一方面 我们结合了便利商店 你直接到便利商店 放在 比如说过 健保卡 那你一定可以 就完成报税了 你只是用手机 扫掉的号码 然后按时或否 那如果不到2万元 直接在柜台就要完税 就完全能够 避免群居的这个情况 非常棒 那另外一个 也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 就是爸爸这种 肥基索斯的支持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可能有高达 五千位朋友 觉得说在这里面 可能至少的贡献 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好像盖一座庙 在某个地方 某个柱子上面有 它的名字 那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说 这是我的 只想做我们一起做出来的 所以一开始 就是最炒的庙 会炒的庙 但是不是有什么 是妖精厨房 然后一起炒它 吃 也就是从口部的炒 变小火部的炒的过程当中 自己炒出来的菜 总是好吃 所以他就会 黑冰医药素派 他基本上还有转租的新的界面 融入了我当年多少多少种创意 等等 这也是真的 所以就是DUE CREDIT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在这里面 共创的很多所谓的项目 其实很仅仅是公务员 当年的这些人里面 有些是 好比叫做 卫福部的公务员 那这个时候呢 当2020年 我们需要一个 能够预理口罩的软体的时候 卫福部的公务员 就会想到 当年也参加过 就是保守软体的重新改造 所以我们就挑几个参数 不然它就变成 预理口罩的软体了 那中间也有 经济部的公务员参与过 所以他们再回来 用到几个参数 它又变成 三倍圈的软体了 也就是说 一开始 然后我们在设计了什么 只要是把它像是 乐高基因的这样子 让它的开放性 就是所谓的modularity 就是模组化的程度 以及模组和模组之间 通讯的所谓的API 就是机器对机器 对接这个方式 我们是要确保 它是暗图施工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蓝图上面看一下 它又可以出来 所以通通的解决别的问题 那当它能够解决别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有人突然冒出来说 那三阵圈 为什么这一套系统没有英文 那我们就说 那些明星页 还要翻一个电话 直接翻一个英文版本 所以翻一个英文版本了 那或者是说 你市场人士不方便使用 或者像刚刚讲的 口罩地图 市场人士确实不方便使用地图 那是使用对话 机器人的方式 用所谓语音处理 包含Siri Google Voice System 等等的方式 去揭取到同一个API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他当然都有自己不同的偏好 我们就可以说 那你请你来 你反正开门造句 我们这个蓝图 其中在这边 那每一个使用者 我们就使用这些 他自己去在这个 不管是安全或便利 或其他的设计思维上面 去做到他自己的平衡 或他自己的创新 那这个时候 他只要借接我们这边的API 他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生态圈 而不是什么东西 他我们帮他们想好 那这个是 我们在这样子 同我服务地上 最大的一个心态上的改变 就是我们都是好专一 然后虽然又是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但是 如果你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做得不够好 那没关系 你先你来 所以能够去真理的使用真假 你先你来 我觉得这个是去化解掉 传统上面说 被引起 鸭鸭鸭鸭盒 等等的一些 很具体的一些方法 那有一个追换 追换通常我们都先 就是快问快答 不过这个问题有点长 可能容易怪我 通过这次面是 这些三倍券发放的经验 因为反而社会准备的那一场 就像造成最重要的结果 是社会准备的一切 也就知道 三倍券免允许将近 投资走成而 而情况提醒 当然在那边从将近这一场 这个是有思考 如果过这些三倍券发放 来导致计 如果不开放持人 资料放棄 需要加速整体设计 会输得好一程度 如果这个不算 缓那个逆法院那一位 才比较快 那个逆世人 因为是专业的 我是连语的 我想这个是 我们当时真的有考虑过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三倍券的指纹 是比较晚才挺好的 而数位的这一部分 是比较快做 设计好的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类似好像一方圈那样子 就是先让数位前行 一方圈那样 你们知道有两个 数位先走 然后才是自在的 那但是呢 我们最后 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发现到 实际需要振兴的店家 很多 虽然我们前面都劝导 诱导 怎么样 但是还是没有在装托斯基 那这里有非常多文化的因素 那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 虽然我们答应说 装了托斯基 国际的营业税也不会提高 但是大家总是有一种 我营业税今天不会提高 你明天总经就会提高 的那种感觉 所以真正就是 觉得是不营业税也没关系 或者是说 它本来制度上面 就已经把这个成本 纳入了 其实都是有 电商能力的 或至少重大性的 这些联组商家 那这些联组商家 我们实际按照 就是处理想处分多花费的数字 在疫情期间 其实没有什么受到影响 他们有的 尤其有电商的部分 是逆势包废 就是大家没有去 夜市或者是没有去 这些大的可能取决 地方的消费力 其实是全部跑到 自己现场的 有电商能力的这些商家去了 所以我们如果硬要去说 那我们出位先行的话 那结果就会是说 这些联组商家 这些大型店家 这些有电商能力的店家 到最后就会把 绝大部分的 就是真心圈的这些 你先拿走了 那拿走的时候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 不太需要真心了 你再把他真心 那相对来讲 就是让这些 需要就是你出门 然后跟他说 你辛苦了 最近六月真的都 不再能够开门 等等这些 真的比较弱实的这些店家 会变成反而 相对上面 他就能力变成更弱 所以就变成 这边真心圈 这边反而是 没有疏困 反而让他更困难的情况 会有相反的情况 所以后来我们 其实很有意识地去决定说 那我们就要等 值得能行发送 而且大家愿意就是值得 愿意出门消费 那这当然也是 不是只是 钱上面 而是感觉上 大家真的觉得说 那我可以加拿 果然就是夜市商圈能不能 都加拿 那我们还记得说 刚刚订出来是三倍圈 其实从第一天 全家跟7就加到四倍圈 那很多的商圈就加到五倍 甚至我还听过有十倍的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就是动用经济部门的力量 需要那个成熟增加 而不是只完全靠我们 就是治理部门的力量 但但实际因为数位的部分 就是刷三千对两千 刷三千对两千 刷三千对两千 它也创造相当多的 相对的平均起来 这样子就是五千 那确实的消费 算大概能够超过三千 大概也就是到五千上下 其实这个 成熟算也是蛮大的 因为数位的三倍圈相当多的五倍圈 但是大家因为觉得可能 那个行动很漂亮 有收藏的价值 或者是就是面对面去说你辛苦了 那这个队员有情代的价值 有社会与连代的价值 最后最后的圈是 就是大概九成圈的直队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异房圈的情况 就是如果数位先推一阵子的外面 大家去用数位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让四大圈去走数位 或数位先行 但是最大的这个就是任性圈 那当时是因为不想要有种不平衡补贴的情况 所以最后是决定让数位来得更值 那当时的决策耐落大概是这样子 有三、六位朋友问说 在四位的数位转型之中 企业要怎样因应 有没有成功的实力 我自己在院里面推数位转型 大概它的方法论其实很简单 就是先乘力气 然后再增进品质 然后最后再创新 而且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先创新 就是想要一个什么型的东西要先做 但是它又没有它完全取代这个系统 那结果就是承判的同仁们 要变成做两分工 因为它有一些用戏系统做OK 但是有一些信息上的办法处理 它又必须要回到这个系统 所以它也不能忘记这个系统 那所以就会变成 看起来好像客户省了一小时的时间 但是是让承判人抱贷两个小时换来的 那这种行动的服务非常容易被设计出来 其实不是只是同部门 在企业或社会部门里面 只要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没有把领先的承担考虑进去 大概都会长这样子 就是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它的服务品质 就会因为这些薪金的这些负担 就是报单的部分而隐藏到品质 那它隐藏到品质 那它隐藏到品质 就大服下这样觉得什么 我本来觉得服务还好好的 那为什么 引进一个新的系统之后 突然之间服务员也是脾气都变差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当然这是一个负向的循环 那这样子新的服务 大家也感受 跟服务员都不愿意来用 那这样旧的服务就更不可或缺 所以到最后就会转型转回动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在想的是说 因为我们系统型的去看我们的工作里面 有哪一些其实真的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举例来讲 像我们在院里面到今年的还已经都没有替代仪了 公文系统替代仪 但是当时216我刚进来的时候 是蛮多人在用替代仪的 那替代仪 其实你看替代仪做什么 大概就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自动化 因为替代仪它不会一直在一起 而且它每一个的就是训练的时间也不一样 那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一些 就是不是类神经网络 真的就是神经网络 因为替代仪就是在闹 神经网络能够去应用到的这些地方 那它是非常的泛用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做种族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像司法研究来找我们 然后来讨论说 那他们的替代仪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们很多的工作是在做影音跟扫描 那为什么影音跟扫描 不是都已经电子捐赠了吗 原来是有质等才是正本 那质等才是正本 那质等才是有什么法规命令 电子信任的话 都是都已经通过很久了 没有成熟一个习惯 大家只相信质等 所以就会变成是 就从长期过去的那个卷种 其实本来当年是列印出来的 列印过来是会到这边 因为只有这本才是真的 它必须扫描起来 而且再调一次文字面试 而且还要修正里面的问题 但如果这边的卷种 又有在加新东西进去的话 有时候这边还来不及 就是钓越这层的卷种 它要再钓回来再扫描 对方加进来的那一小段 而那小型其实本来也是他字 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双方写一个集文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 逼个东西要扫三次 那其实他本来就是变子的 所以这几乎是 就是满满回忆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因为只有这本 是真的大家都习以为常 不过好在 所以这个体能力逐渐推翻 那这件事情慢慢 他没有办法 就是再用人工来做 那所以当时 他们来讨论的最早的案子 其实是 要一个自动静止的高速扫描机 那他就想说 我说你每次要来自动静止的 高速扫描机 原来就是我要很快的 去把对方才刚列印出完那个圈子 又扫描电子 那这个就是很弱的事情 就是把他从就是 替代理的三小时 缩短到专业公务人员的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 还涉到对比的三十分钟 而且完全没有换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就很有细长去看这些 然后去做电子宣判法的一个解释 那其实讲到最后 他们只是需要我出来说 如果有问题算我的 但是这个我还不合理 所以我们就出来说 如果有问题算我的 那他们就慢慢的从 好像是从新的迪远开始 从一些迪远开始示范 就是院检的捐赠交换 那现在移入到这个大院 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就是数位化 那这一整套东西 你如果要说变预算的话 但预算是负的 因为他省掉了 本来要去买好财 本来要去练营营扫描 等等的这些钱 那他的人力贴质 也是负的 因为替代已退场的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在车祸前面 审判的这个品质增加了 因为他们人可以去做 一些别的 真正跟人有关系的事情 那也比较无论挫折 然后科技盘在调券的时候 也不会再有说 好像过程全文件 你刚刚扫描过来 全文件做还没有跑完 那这个问题了 那未来如果预计要去取得电子堂 他也许额外的 创新的来源等等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的社会转型 一开始是从一些比较荒误 就是不是想要 就是看到阔府改东西 而是真的是很谦虚的去看出 到底有哪些工作的事项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很像人型工具 就是工具人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就不如就直接 把它这一部分就工具化 那这时候就算你每天 只因为这样子 节省1分钟10分钟 我刚想30分钟的时间 那也是让你的生活品质 提高啊 而且也可以让这些第一天的朋友们 多花一些时间去想 那我在这个基础上面 又可以那些 改造流程的地方 所以我想现成时间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方法论的话 其实也可以就是参考 我们的总统兵黑客送 总统兵黑客送就是刚刚讲到 这个公民黑客 就是一展身手的一个地方 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选出 五个团队 那这五个团队呢 是完全没有奖金的 他的只有一个奖杯 那这个茶杯呢 那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去年是两个月的时候 都会非常漂亮 那底下一个投影机 那这个投影机 只要一打开 那就会投影出什么呢 就会投影出 总统在那边给你的画面 就是总统预兆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就是说 总统承诺 不管就是 这三个月做到了什么 我们都会每个月每个月的团队 一直到你这个想法 真的变成我们的 就是整个在全国事情的公民计划为止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黑客送的想法 就去留类似总统政见 这样子的地位 那我们会一直都要靠同 大多地位置 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 就等于行政权 作为黑客送的奖品 的这种感觉 所以一开始 在第一年的时候 都是一些很省力的 这些想法 他可能已经在那个科长的柜子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因为没有充足的预算 跨客协调不容易 但是他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因为我只是参加 你知道就是社会部门 一些什么协会 什么公民黑客社群的提案 我们现在还可以请公家 我们就是 中后去跟他们来试试看 那但是这个提案 其实我后来看这些提案 应该都是科长写的 虽然都是用高开力 但你看他的行为 就知道是公务员也写到 但是没关系 因为为什么就是 他话这三个月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那算可以说我只是参加一个年间活动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成分 但是如果他 就是到这个市场真的不错 那他就可以说 我看到这是他们在公司 在第一年的提案 说那我们这些检浪员 就是在这个儿媳区 听有没有漏水的一些朋友 在基隆小区 平均要花两个月 从漏水到被听到 那实在是很花时间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机器学徒 因为人类学徒 可能会不想做这种事情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机器学徒 所以他一天寻塞的地方 几乎有一个一定是漏水的 那这个时候 他就跟他们的创意去解决 漏水之外 他们的人类学徒 比较喜欢学校 有创造的也工作 而不是说 就是自己没有漏水的学管 所以他们后来正式做出来 这条系统之后 他就把这种小区 从两个月 或者是预算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让他能够去 真的把这个东西上转 但是因为他们得到 总美的总冠军 所以这个 就是一同一出来 那当然就是 要请到其他人 得到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 从美国发展了好几年 直到今年 我们就看到 很多都已经走出了 所谓审理的这个部分 而进入到真正创新的部分 好比像说 像我们也就用一句话 刚刚好奇迪 就是 透过AR跟VR 或者在手机上 你可以看到 在现在的闲置空间 如果重担了树 而且社区 愿意来一起照顾这些树 的话 会有什么好处 那CQPLUS 凤差 是凤差 大家知道是一个大楼树 底下有水壶 的这个 串通的文化 那这个就是 把这个楼树跟水壶 做一个地图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看到附近那些 可以装水的地方 并且装水打卡 留言还可以换金皮 50个金皮 还可以换 几个万能品 这类就是在地消耗的一些特色 完成什么大道成全民人物 就跟宝可夢一样 如果玩过宝可夢 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连续50天 你就是拿着这个道具 水壶 出门装水之后 你就不会买新的寶特瓶了 其实它就是个减速的计划 但是这个就是透过像 健保自然库的大数据的分析 分析出我们中暑 其实不是只看天气 除了看自己的整体状况之外 也要看看它的角度 风向风速等等的阶线 但它透过这个计算 到底真的有可能中暑的时候 它就可以透过像 风向像自然 马上推送一个讯息 所以说你要快 装点水盒 不然有可能中暑 那这个也是 就是国家水盆气象局的合作案 那这个是 应该是台电 那台电 当然可能要开选 就是德民开电 也要来试试看 所以这个是透过智慧电表 你不用在自己的 就是电源箱的机器装东西 你需要在外面 转一个智慧电表 它透过哪个用电的图 就可以分析出 到底是你的电源箱 还是 就是晚机 或者什么其他的电器 再好电 尤其是见风用电 那你可以另一个让你 就是就是 看题来讲 五年之后才升到电费 而是下个月就升到电费 那这个是让你在潮池去扫一个条码 那大部分扫条码 都是跳出多少价格 那你扫同一个条码 用它来打扫的话 它跳出来就是价值 就是这个产品在 就是整个身上 它创造了多少 環境价值 那有的是负责 就是它造成環境负责 也被采罚 等等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通用它的数据去套别 就是之前的版包书 或者经济补其他的误会的数据 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能够去用数位的方式去模拟除 那不是只是它便宜或贵 而是它对猴旦子孙而言 到底是存款还是提款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我们又看到说 在我们不断的推 我们的黑客松明年 任何年这样子推之后 其实就真的是 按照这个三个stage 就是第一年的 大概都是省进期的 那到了第二年 就慢慢整个一起之外 还要坚固低痛品质 那到现在就已经变成是 大概都是非常创新 非常处备旁通 就是每一个随便讲都已经跨了 三四个不同的部位 部门的居住处等等 那所以这些都是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事 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再多了解 有三四位朋友们 我也说 当然企业多忽略 网络资安的课题 在需求亥特威胁率增向 公本如何提供诱因 让中小企业来注重资安的课题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来看 第一个是说 可能现在很多重要企业 对于把资料放在 不管是私有油油 还是黄油油油 就是放在有延展性的 跟它森林里面 还是不是很奇怪 那这个是有它的历史蛮多的 就是当年的套床软体房 特定的定体 等等的这些卖额 那当然这些都是市场的部分 我们也很难说是 但是结果就是说 如果有资安的威胁人们的话 那它比较难做到一个棉房的作用 因为不管是私有趣πως 你用的只要知我们 widz众 zm 这些主要的基础 那这些基础 它其实后面很大的社群 可以不断来进行 你们说什么样的 需要把争药更新 或是就算还有所谓的 Zero date 就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漏标 但当它第一个在使用这个时候 大概就好像 downhilloe 箱 bou ripple 只是某一条海蓝 感觉到地震 才会告诉所有其他的海蓝 所有联防的机制 那所以只要你有這個 resilience 就是有恢复力的这样一条系统的话 你接到說這個零碟正在打你的同業的某個誰的時候 你這邊就可以立刻集中PlanB 然後你的營運就不會受到影響 那就是理想的狀況 但是如果大家的網路部署架構其實是網路的類似 就是是鐵板一塊 而且從外面也很難看到就是架構之外 因為都藏在每一個人自己的 就是個人電腦的可能低槽或原槽裡面 那如果實際上這種資料架構的話 那如果中的好像有什麼病毒等等的時候 那其實是很難卸起通過 而且也很難聯防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還是要大家慢慢理解到說 雲的這個概念其實不是只是好像放在 你看不見模糊找的所謂公有雲上面 你還是可以用類似公有雲的那個方式 像我們很多部位的運算 它是集中到二級 就是每個部位自己一個data center 那它對於它的所屬機關 是類似雲的服務提供者 或者像我們波網中心 就像做大輪的計算的時候 是集中到波網那邊去做計算 那這些都不是所謂的commercial cloud provider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 就是公務所用的這個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的資安的邊界其實怎麼講都比起 就是放在同一個銀槽或銀槽裡面都來的好 那或者就是放在群組裡面都來的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也比較容易做到就是 信息預警的連方之後做到最最低一個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就是每個人自己的資安習慣 就算大家都已經虛擬化 這個微服務什麼都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就是沒有做到所謂 就是資安的權限最小化的這件事情的話 那還是很容易就是可能有某個人 他因為在組織裡面的關節的情況 所以他就給了全部的系統權限 可是他其實平常用不到 那這個時候通常就是社交工程 然後總是會靠這樣子的朋友下手 那這個時候其實唯一 正本情願自己的方法 就是平常用不到的權限 我們就不要開給自己 因為這個權限它是 就是有需要的去用 的這樣的概念 而不是說他來反映說 誰的環境比較好 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也是很需要 組織文化上面能夠接手 能夠理解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如果這兩條都能夠做到的話 那就好像是說 我們又保持視角距離 而且又大家都帶口上寫寫小 那這樣的話有病毒 就是電腦病毒 不是生物病毒 有病毒的話 他的擴散就比較困難 而且當他種的時候 你也比較有一個 充足的反應的時間 其實就像地震一樣 就是我們在看完 當然不可能說 我們安裝一條 人區地震就不來了 但是我們是可以說 當地震來的時候 我們的整個建築物 是綠色品 就是它可以看得回來 那如果真的看了什麼事情 大家書三等等 都有一個明確的指示 然後現在一台頭就看到 明確的指示書三方向 那這樣的話就是表示 大家平常就是 不會覺得說 好 地震是什麼 真的大吉祥災的事情 它感受會發生 然後交通 政府沒有不同的準備 大概要透過 這樣子的一種 心態上面的做法 來瞭解 有三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最近新冠隊友在一起 政府說 政府用K系統 遭到微軟接觸者 所以這樣的系統 都會變成 他整理管控民眾的 手段指引用 電子為例 2.0 它的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它同樣是透過手機的 基地台的巡號的長度 只是等來那14天的時候 是在自己的巨大的 聯合主張檢疫裡面 你的手機的大致的範圍 大概50米左右的解析度 如果超過了那一個 檢疫的邊界的話 它會自動送檢訊 給你的手機 跟在地的包含力幹事 或者是一些 防疫醫師 或者是甚至警察 如果是隔離的情況的話 是這樣的原理 但是其實這條行動 大家在疫情來以前 其實就已經遇到過了 就是剛剛講到的 抵診速報 除非是國家級別人 不然應該都會受到 只是抵診疫苗5秒 還是10秒 甚至少的差別而已 但是其實如果有收到的話 其實可以了解說 它為什麼可以發 抵診速報給這個區域 就是因為它可以大致知道說 這個抵診 將要影響那些區域 所以它不是很細的知道 那兩個房間 又不是GPS 等等 大概就是大概把這個範圍的人 都用檢訊 通知一次 浩宇特報 車禮特報 大概都是用 類似一樣的方法來做 所以我們在電信上那一段 其實就是利用同樣的一種 警示的 SMS的系統 它不是會跑去努力的檢訊 或者是需要你開WiFi WiFi GPS 都沒有這些 藍牙都沒有 而是說它就是同樣的道理 只是說現在地震的震陽 是隔離的那個地方 然後地震的那個範圍 就是隔離的那個邊界 所以你超過 那就是會發檢訊 那所謂的隔離的2.0 其實就是在14天之後 那它會再做17年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因為這個中心之前講說 你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不應該去那種非常大的人潮聚集的地方 所以就是把地方政府也好 或者是部位也好 辦的這種非常大型的機會 它化為就是不能進去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像你的這個WiFi 本來只是就是居家隔離 或者建議的這個地方 但是當建議完之後的這期間 擴大到就是整個台灣 然後那是minus 就是這些大型的機會點 就是變成這些大型的機會點 環境有碰撞的時候 然後回送簡訊 它願意全部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這個就是 持續的期間而已 也就是說川軍防治防 給我們的授權 大概就是有雙人之餘的時候 比這個再多 其實是你沒有辦法 再有法律授權的 所以在那種中心 他們也在試卷制的那個防疫制裡面 很明確說 就是說當二十八年之後 就要推定說它喪失它本設計的目的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相處 那所以這個你說 未來可能變成完後面中的手段之一 我覺得完全就是靠多少人會問這樣子的問題 只要大家還就是警覺的 會問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就很難去提到目的外來的利用 尤其是這些簡訊都是電信上自己發的 他們其實並不是交給第三方 第四方 第五方的這些處理者 他們就是 就是輸入各種的參數在他們自己的H系統裡面 所以如果他們還想他們的顧客的話 那所以其實就是要給人出交代 那給人出交代其實是信任最重要的一步了 所以目前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確實是要讓大家不斷行使 把自己各自法 就是請求扶本刪除更新等等這些權利 去確保說這個不會到最後變成目的外的利用 這個跟我們在防疫過程 利用介保卡也是非常相似的 介保卡大家知道的時候 要開始做公務上面的讀取使用 而且要協助的話 必須要有人跟你對讀 就是要有一個意識人員評證 或者是有一個意識機構的虛擬評證 所以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那你永遠可以找到 當初到底是誰授權的 而且他必須要放在健康署的辦名單裡面 所以擁有技術上這個對讀的這個機制 而且這個記錄 你用健康發育通直接在健康存證 就可以看到 那再加上發育上面有明確的說 他不能去做目的之外也可以有 也就是說 他不能給肥農物機關去使用 健康罰的這個數位主機 所以雖然健康罰確實變成 它變成實際上 變成以我們的電子評證這種概念 但是大家還是多多少少想清楚 那這樣的情況下 每一個機關是完全沒有誘引 去幫他去做報告商 或怎麼樣 其他別的使用 那當然是可以信任腳保卡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有免許不及其他狀態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去國會給出交代 那這個剛剛有講過了 這個題目很有意思 這個可以靠背的題目 有時候有可能問說 如果讓OTR系統有效 我什麼系統 OTR以我比較粗錢的理解 就是要定一些人 大概不一定會達成的目標 然後每一個人不一定會達成的目標 加在一些部門的一個不一定會達成的目標 不會有大概的方向 那部門跟部門之間要做協商 我們就目標歡迎目標的時候 那到最後也是 還是不一定會達成的一個總目標 那但是所謂的不一定達成 並不是說它非自己品 就是全達成或不達成 而是說你可以達成到六成、七成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重點不是只是這個量化而已 那重點還是說它是關鍵的 也就是說我在跨部門協調 或者是跨部會協調 如果我們在科學計畫 我們有用OKR 在這個協調的時候 我們可以節省彼此的共同成分 可以讓對方一眼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邊今年真的打算做什麼 不一定打得到 但是就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那你要幫我換什麼 怎麼樣叫做什麼 和效果等等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 互相協調、互相理解 就是大家都看彼此的OKR 有動機去看彼此的OKR的話 那OKR其實跟PDIV有什麼樣子 只是就是令人較高的KPDIV 大概是這樣 所以OKR的管理 你為了出現的理解 就是它是一個 像我們在做跨部會議書的協調的時候 能夠讓我們這種 綜合效果性的計畫 會完全top down 而是用大家的自己的提案 慢慢把它出來 但是出來還是有一個 top down的共同價值 也就是說它是讓不同的立場 不同部門的不同立場 達到共同價值的一種溝通工具 所以你越把它當作溝通工具用 那它就越容易有效值性 你越不是把它當作溝通工具用 那它就是一個 它是最好的KPDIV 那大概是這樣子的情況 有二三個朋友問說 我當時做假訊息文化房市的時候 當時我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公開開付這個結構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任何時候剛才的謠言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是靠行政部門去查進它 而是說我們靠社會部門 像台灣市場的中心 就是真的假的 麥克風騰 還有什麼 區域客的地方 炸打人 然後Bootcourt的美玉儀 但是有一整個生態圈 那這個很大的生態圈 那這些生態圈 都不是就是政府控制 也不是要政府的錢 台灣市場的中心 根本就只能小而不自 但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好像 當年我們在解決 垃圾詐騙有件問題的時候 並不是靠通過什麼法律 其實垃圾詐騙 我們現在我們也還沒有通過法律 來管這件事 但是大家比較少 competing這個問題 大家的收信甲裡面 比較少 像我們當年 就是我才剛上網的時候 就常常接到說 他是哪個地方的 什麼網紅貴族 他要能離開他的國家 還有四千萬 或者我提供我的帳號 他就分我百分之十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不知道現在 還有沒有人收到這種行為 我當年是很多的 那當年這個 有一個叫Pierre蓋 可能這種行為收太多了 他就說 他覺得 Dmail一定好像鐵油 一定好像收錢 不然的話Dmail會垮開 然後整個網路都會垮開 但是後來他的這個語言 Dmail成真 我們知道朋友到現在 都還在這裡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一群 類似他們講到 其實查看網路的這些朋友 他們叫Spot House 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 在自己的 看信的這個Inbox 就是收信甲列表裡面 如果你看到的這一筆 東西 你可以把它捐出來說 我把它標記為 勒斯的帳篇流件 那當你這樣標記的時候 這東西就不是只是你自己的 而是說你會告訴所有其他人說 這東西到底是哪裡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未來當許多人這樣子 回報這封郵件 再後面再收到這封信的人 就不是到他收信甲了 而是到他的褐色郵件資料夾 所以他理論上 並不是完全管制掉這個言論 他還是有送到他的目的地 只是說除了我們時間太多 不然不會去翻褐色郵件的資料夾 但是他還是有送到 那當然偶爾就是如果 就是這封信甲的 他的奉獻人 他才剛註冊這個網域 有時候也會不小心 跑到褐色郵件資料夾 但是其他人 如何都會收信甲 稍微看一下 他會告訴他 這不是褐色郵件 這對系統很快就會自動交測 所以這個就是透過社會的部門 就是既不是系統的服務的 經濟利益的提供者 也不是公共部門 就不是靠法律愛管制 而是靠所有有興趣 來做 就是start blocking 做褐色郵件的處理這些技術 社群的朋友 一起做出這樣子一個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任何人都可以退出 這樣一個聯防的一個理智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灣也是一次 就是如果去看市場中心的工作的話 他們就是即時的會把 就是新來的兒子變高密的這些訊息 然後一個一個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 他只是在上面去貼說 這個是真的還是不是真的 其實他也沒有把任何東西淋出 尤其是LINE在這點上面是非常的先進 他們在世界上的部門 在台灣有做這樣子一個很棒的 你看今天數據 總舉報人數26萬 總舉報人數4萬2 然後目前Top10的話題大概是這些 然後最新的話題大概是這些 所以每一個就是 怎麼代理怎麼設定人家在傳 總之就是我們每一個概念 就是他在網絡上面傳播 我們都可以算它的R值 就平均遺傳幾 再傳幾 遺傳四十算的R就是十 所以我們在看到這個Dashboard 基本上就是靠大家在用LINE的時候 會把那些R值高 但是還沒有造成它流行的 這些東西趕快都先舉報出來 舉報出來之後 那我們的Dive Checker就可以確保說 那大家即時都可以收到平衡的這個報導 那這個Function 因為不是政府來管的 是社會部門那裡做的 所以它也可以Function政府部門 我們如果搞錯的話 同樣會被它們來Function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確保說我們的自由言論 是自我恆平的 那這裡面當然有一個 方法論上面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這個Function一定是後處的 那後處的它怎麼傳播到 比現出的多的人上面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技術問題 那所以這個技術問題 當然也是要技術的解法 我們後來的技術解法 就是叫做Notes and Public Notice 什麼叫Notes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說我們會在 就是社群媒體的那個貼文底下 多加一行說 這個已經被Function過 不是這樣子 舉例來講 市場和中心在去年11月15號 就是有市場的報道204 它說網上文章指稱上 香港包座的抽到護光 殺菅最高的2000萬 聽它和想像 那這個當時真的要是很高的 而且只在台灣傳幾個 本來沒有在香港傳 那這個當時也有貼一個很聰聰的圖片 那這個圖片其實一開始是路透社的 它真的是一張新聞圖片 但它本來講的事情其實就是說 有年輕人在香港示威 它其實沒有說是好的還是壞的 它是一個事實性的報道 那但是呢 實際在我們這邊傳的時候 就是說 有一個13歲的小暴徒 收了三萬買了iPhone手機 什麼之類的 但是它變成一個非常 就是爽動的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當然Zekshank Center 後來就把他們追到這個 正常會長來見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什麼地下工作 這個是地上工作 他們在微博就是直接貼這個 那所以我們也不是查清台的言論 就算是這樣 我們還是不是查清台的言論 我們只是確保說 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看到這個圖片是這樣的標題的話 那就是路透社 如果你看到這個圖片是這個標題的話 那你就是中共中央正在為獨家贊助 那但是也就是這樣 每個人可以自己做決定 我們並不是說 他要行政權來嚇一嚇 所以我想我們繼續往這個方向做的話 我們就更不會把就是審查的這個權力 往事先審查走 或者集中到行政權來 這個還是連論資料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二十四位朋友問說 創新服務運用模式經常走在法律 沒有明確規範的時候 在政府法律以及建立幾期 沒有完善配合之前 我們如何避免因為建立的空間 而影響新創服務運用產業發展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辦公室好了 我的辦公室是長江 它是交通社會重新實驗中心 現在都站在99號 它是本來的通訊總部 那我們就重新鋪上加上專拆掉了水泥槍 本來是那個水泥槍很高 那現在就是一座公園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走進來 那在這裡面呢 像這個足球場就是寫Harmine的朋友文化的 那我看到的世界大概都是文字數字 抽象符號 一大堆的綠色紙號 從裡面會這樣 大概是這種世界 那在之前 還有人朋友們看到 它就像飯糊一樣 是唾骨的 是集合的連結 那種世界 所以只要踏進這個地方 大家都有一種 好像我們來做重新實驗 也沒有關係啊 這樣子的感覺 那就是sandbox 就好像你在遊樂場看到一個沙 有這樣子的感覺 大部分人只要踏進來 就會覺得說 這個充滿了靈感 那也包含外國朋友 像這位叫Stanick River 是傑克布拉格的市長 其實海盜黨的一群海盜 這樣子很奇怪 但我來問 這是他們的小內閣 所以他們的局處首長 那他們來這天的時候 一看到這個固執 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本來只是拿來當展示架 一些圖片的這些 他們馬上拿來幫他們看拔架 然後就爬上去 然後拿來去爬 不要拍張 我笑得有點講 因為我沒有測試過情重 我在想說 如果有人摔下 馬上就頭看頭跳 最後沒有摔下 很抱歉這樣照片 對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就經常舉行 這樣子的Sharp的測試 什麼是Sharp呢 就是在有限的時間 有限的場地 有限的風險裡面 讓大家先看看 這個創新會有什麼效果 那它有四個不同的目的 一個是Digitalization 就是把本來可能是類似的東西 透過數位化 給大家看到 那這下Innovation 確保說 有新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這些創新者 不會跑到黑市裡面 他會願意在這裡 在灰市裡面 讓大家看到 就是有可能 漂白的這個可能性 就是法律 可能可以跟著上的可能性 那剛才這位朋友問的就是 Governance 它在治癒上面 怎麼大家想說 像這個是無人車 面對這些無人車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 它是合佈社會規範 怎麼樣是不合佈社會規範 這些No 就是社會常規要能夠融入起來 那最重要就是Inclusion 就是確保說 本來沒有被納入這些 政治團隊的朋友 因為他就是 從警工化室走過來 手上拿著兩棵花 然後問我說 你們證明怎麼跟這些購物車在一起 這些購物車到底在幹嘛 我說這是無人車 你坐上去 跟他講你的目的地 他會載你過去 那他們因為可能手上拿著他的話 就一定你堅持說 這是購物車 他也試著他 放在這個欄子裡面看看 發現城中也沒有 唯一也沒有劃下來 那所以他就說 就是證明我們不是很需要代理的車子 他們自己有車 或者是可以叫建設 但他們在花式裡面的時候 真的很需要這種購物車 怎麼堅持著購物車 走在他旁邊 讓他能夠做FREE SHOPING 就是我買到什麼 你就往裡放 那他一步一去的跟著我 那他們還說 也有說 就是組成車客 無人車 可能有看Discovery頻道 就是有說 這個有組成車客的能力 所以他如果買了的話 他可能會後退一波 再交給他過來 這樣我只可以 經過嗎 是從不買到尾 都不需要 就是提任何東西 因為他們平均也有點大 如果是提的就是 百種超過負荷 那先放在經濟的潭子 有時候 Shoping 到後面還會忘記 他等等很麻煩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應用 但是其實當時 Boston 的 MIT 的這群人 根本沒有想到 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後來就經過 多長的各種方便 你開始可以和他 一起辦這種 Mobility Hackathon 透過Hackathon的方法 去探索說 全開始開放引體 開放來 提放資料 我們怎麼樣重新改一些 他的步驟 像個高玩具一樣 就可以讓他能夠 達成這些社會 對他的需求 那所以 從一隻眼睛就變兩隻眼睛 兩隻眼睛 才會看人的表情 跟整體動作 而且我們還有 就是有一個線上的 屍丸對 一個Sandbox 然後讓他去問說 他如果一定要 擋住一個人 讓另外一個人過的話 那他應該要怎麼樣 才是無倫理規範 那在我們這邊都是說 限量長輩 長輩要生痛苦 然後可能懷孕的婦女 那然後接下來 肯定是 就是身心障礙的人 那最後才是小孩 就趕好 勞弱婦孺這個選舉 但是在Boston 完全 同樣的實驗 是反過來的 大家都認為要限量長輩 長輩隨便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把國外的科技 即刻就部署在這邊 那他的感覺 就很像殖民 因為他是把我們這邊 所不認同的一些社會長輩 變成我們自己的社會長輩 但是如果經過一個殺戶 就是三光四個階段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釋出 他參數要怎麼挑戰 才符合我們社會長輩 那這個時候 從監力機關來講 就是他既不是好像 絕省而缺和你的不上 也不是說 好像他超級部署 必須要想到 所有你的可能應用 而是 有點像在高速公司上面 跟車輩 所以他的法律 因為監管剛剛好在你後面 幾個車身的距離 那這個就是殺戶的實驗距離 那中間就是 如果你 有新的創意 那這個創意 又去用再開一個殺戶 我們就再開一個殺戶 所以現在 在Sandbox的ORG 特別是個網站上面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 一般性的殺戶 就是 不是只有剛剛講到的 無人載居 或是5G 或者是Fintech等等 才有殺戶 什麼都可以殺戶 那最近精準醫療 醫材等等 沒有很多朋友們在討論 就是 有監管的敏感 就可以有差別的出現 大概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來讓新創服務能夠 引導發揮 但是如果它是個實驗事實在 那我們就感謝 投資者放膽付了學費 那我們下次再挑 一個不同的方式 來做實驗 不要一下子就變成 全國的規模的東西 有個社會想要問說 因為政府 扶到經濟發展 相對集中於資通訊 產業也造成人才的監獄激 但一般產業在數位的人才爭取跟培育上面 較為不利 那有沒有什麼政府可以幫忙的地方 確實是有 我前一陣子有在分享 一些當作T大師的這個計畫 其實如果有人在網路上面 看到我搬成那個子氣貓的那個計畫 那那個計畫就是讓 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好 畢業的美國教育大學生也好 能夠加入所謂 未來製造成這樣子的一個行列 那我們就是 老婆如果被控制的話 就可以直接按門員提及申請 那這件事情呢 會是做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你不需要有任何相關的科技的背景 這個目的就是去確保說 不管它想要成為服務業的 智商學的行銷 或者是想要學coding的 它不需要是所謂的等科技 因為所謂的等科技 我們也很坦白講 它在大學的時候 甚至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被挖腳差不多了 但是就是這些跨科的這些朋友 它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的真意其實是 它是數位原生帶 就是從小 現在這個年紀大概 覺得螢幕不會滑 那就是螢幕壞掉了的那個年紀 往往那個年紀 螢幕那是不會滑的 但是現在的大學成長畢業 差不多就是有它Spring的那一代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很多的工作流程 我們剛剛講到一些比較容易的事情 那他們腦裡沒有這些歷史 沒有這些 就是怎麼樣造成資產流程的現實 他們一想就是Risleverse 數位原生的那種想法 所以他們是帶著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再去做就是企業轉型 有一些已經不管是愛了一些單 或者是在他們的服務業裡面 或者是製造業裡面 已經很成功的轉型的這些朋友們 那在強硬的企業的這些場域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其實不是所謂的資訊業 它很多是它是在這個產業裡面 不管是金融投資 無傳產 新創造 像是偉人等等 它本身也需要有一個轉型的場域 那所以這些其他的事 就大概五個人一組 五個人一組 在劣勢的帶領之下 去實際試一個數位轉型的過程 那這個其實我們自己在 就是我們叫做Risleverse的這個計畫 其實已經操作過四次了 我在剛擔任這個偉人的時候 當時就發現 有這樣的一個公務生健行的計畫 所以我們當時是三個人三個人一組 不是五個人五個人 但是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會請這些青年人 大部分也是大概可能 大四或整個年一左右的這個年紀 然後 然後他們全部看過順眼的政府服務 然後去進行這個數位轉型 我們這一件是跟地方政府 包含是聯合委員 在通事實的時候 會去基隆市 還有一些服務大平台 作業通等等 去進行改造 那也有它的就是 進行的新的 那在前面一屆是主要是中央政府各部 會包含那個登山和戰士網站等等 再往前呢 其實這個也是先審議再創新 再往前這兩屆 就是第一屆跟第二屆 其實做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第一屆是確保所有的政府部門的網站 不是只有安逸能用別的瀏覽器也可以用 那他們改了大概五百多個網站 那第二屆是確保說 所有在手機上面 不會只有 就是Safari可以用 那你用就是Chrome等等 也都可以在手機上面去使用 所以 因為很多在測試的時候 就是那個驗獸的人用iPhone 就是iPhone可以用 如果那個人用Android 就是Android可以用 那所以我們這樣其實是確保 所有的公共的網站 都可以有所謂的相應式的設計 那經過一年 大家慢慢發現 真的力氣沈下 你這些年輕人是帶著禮物來 或是只是來批評的 那慢慢才比較放心 讓你們開始去做服務流程 改造等等 所以這部分就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去文化伊利大使 來擔任這個實驗場 或者你們願意出一間也是 我覺得也非常好 他的目的就是去平衡 不是說好像就是人才都被吸引到 一些就是數位人 才從中產的一些群聚 或者是信徒或者是雙倍 而是說這個地方 就是每一個實際需要 社會轉型的場域 我們甚至去西伊 新竹或者是雙倍的學生去 那些場域 大概至少半年 然後去幫忙去把一個 社會轉型的計畫 把它做完 所以有點反向的 從做別的故意 現在所有的大南方 像是一種想法 那但是我想這個目的 讓大家都是發現說 不是只有自動訓科系 或者自動訓行業 才能夠做社會轉型 現在大部分的像AI的運作 都是已經進入應用層面了 所以你不需要了解到它 以AI的核心的原理 你還是可以去進行應用 那這些應用的方式 其實主要是要有人帶 然後要有場域 那這些計畫就是很普通的 這兩個部分 有些人可能問說 若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 因為經歷 對於台灣的教育 有什麼建議 以及教育也是不是成功的 當然我雖然不是台教育部長 但是之前有參加過 雖然有國家科法會 或是科法會 科法委員 其實擔任每個各院之後 才治療科法會的工作 那我們在科法會的作為教育 其實就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我們現在很難 預測試人員之後的世界 會不會怎麼樣 世界真的變得太快 所以我們以前那種 已經畫好圍道 那每一個學校指示 教育部 他們還會編譯館 所有編譯館的執行單位 的這種所謂的 方式課題 必須要調整 那這個其實大家都 已經看到一個趨勢 但是要怎麼調整呢 那就是我們的科法會 主要的工作 那後來我們的想法 也蠻簡單 就是我們是要有一種 終身學習的能力 因為我們現在教的科目 雖然年之後可能都不見了 非常病了等等 那但是呢 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包括自發 或其心 互動就是跨禮 或是在溝通的能力 共好就是 不同的利益上 可以證明出口的 價值的能力 這些能力到任何時候 都是適用的 所謂中學學習 好像是適形洋災 大概過多這三個能力 就是三個會心素一樣 所以我們就 很有意識的去把 人跟人之間 彼此的現今的 回到中國競爭 改成是他從小 就可以找到自己 感興趣的題目 最好是我們有去 他目標 然後一轉身 就往那個方向 跑去解決他的題目 就是所謂 purpose-based learning 就是為了達成功能 目標的學習 那這樣好處是第一個 他就贏在其他臉上 按照電影沒有人靠 這個方向他就贏了 那第二個是說 他可以結識到 一群人跨年齡 跨場域的這些朋友 一起透過 好像在高校階段 有大學社會責任 高調升跟Restart等等 那他們也會結合在地的 可能高中 或者中學 或者小學 那大家就可以跨年齡人 一起來解決一個 在地的問題 那解決過期 也會讓他的在地 所以他以後如果念了大學 就比較容易當地大學 然後回來 幫助他所成長的地方 至少二地均 就是城市跟他本來成長的地方 都有貢獻 那這個也是能夠進一步的去平衡 就是我們能夠過路 集中到大都市等等這個情況 那所以這是之前 我們在課通的一些工作 那現在當然 大家可以發現說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素材導廠的運體 以前好像私費 好像已經不太可能 達到什麼分數了 所以我們看到房間的路期待 現在也開始有非常整個性質 包含了一大堆人去爬山 好像好像 現在好像還沒有讀 木舟環島的路行 知道嗎 不過很快會有 但我跟第一次就是說 大家更加在意的就是 人跟人之間不是單納不斗 而是怎麼樣組織下 一起解決方法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未來大家都是很斜綱 就是我在解決過期的過程 我本來就會接觸到 各種化理由的知識 我也會想要自己設限說 我就是穩足的 我就是第一組的等等 那這樣子的意思也就是說 當然未來可能還是有人 我們專心支持研究一個科目 我們要叫擔當這個尊敬他 但是絕大部分的 大概都是斜槓 那這也是我們自然表象的 最基本的目標 所以這是結論書是建議 所以我們當時在各方 各方會工作的一些成果 有二四位朋友 我也說現今所謂的 假新聞充斥 請問身為蠻好的對策 陰影 我們陰影的第一句話 就是 還叫做假新聞 那原因是因為 至少三種不同的東西 都被人叫做假新聞 一種是說 它不是新聞工作 只能做出來的東西 暴衷新聞工作 這個也會叫假新聞 那但是也有人是說 新聞工作的做出來的東西 它不服事實 或者單純這樣看不順便 可以把它做作假新聞 那又或者是說 它是新聞工作的 做出來的東西也都不斥實 但編輯給它下一句 標題一下 這個也會叫做假新聞 那當三個定譽 或是從別的東西 費用同三個字的時候 是註定在日本討論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說 假訊息危害 那我們的對策定 叫做假訊息危害的防治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就是 駱敬騰老師 是叫真語正分 就是真語正分 就是真語正面 假訊息的危害 那其實一句話講 就是確保說 大家都能夠看到假訊息 人都認得假訊息 然後以及能夠破解假訊息 那就是剛剛講到這個 傳媒的媒體素養根本的方式 那但是呢 如果今天講訊息的危害 它真的變成有一個 明顯重大的危害的時候 那按照所謂的鬥假害原則 所以它如果是故意的 故意的 故意的造成公眾危害 那這個時候呢 也有一些法律的方式 作為法律保留 就讓法官來決定說 那這樣子的事情 是不是會造成社會的危害 還是有相應的懲罰 所以大概是透過 就是從社會部門自己管理 到法律保留 最多法官來對最嚴重的這些方向 進行行動 但是中間 我們很有意識地 不去擴重行政權的權利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對任何反省政權來講 它要反省政權總是最困難的 這個在國際上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會讓行政權自己 以前的反省政權 我們也不會讓行政權自己 好像代替法官的角色去整個判斷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除了缺乏說 我們當看到一個 需要神經的東西的時候 竟然用傳播率高的方式 去把這個神經的方式分享出去 那這是一個比較 見效比較慢的一個做法 但是這就好像說 當病毒有痠的時候 但是在第一階上 也是封城 就是說 lock down 是最直觀的 那take down 在這邊 就是把言論瞎瞎 也是最直觀的 但是就像封城一樣 其實它會造成很多 唯一的後果 封城當然可以讓病毒難以傳播 但是它同時也削弱了 民間部門的組織力 它也讓人跟人 執政的固域性可以來達成 而且封城是會累的 就是如果封城太長 一段時間 繼續封城就沒有用了 那所有的言論場景 其實也都有完全一樣的 社會的作用 所以我們寧可用 見效比較慢的方式 但是在這個過程前 去讓每個人的媒體素量 慢慢培養起來 大概是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來讓它執行 有二十二朋友問說 前政委如何觀察 DR&RMR在未來的產業應用 以及對國內產業的發展 政府實施的 相關的政治的輔導 國資金的想法就是 我們絕大部分的時候 RDR&RMR的時候 都想到視覺領域 但是其實我們用聽覺領域 做DR&R 先做一陣子 如果在場裡有人在 好像說就是AR的話 可能知道我講什麼 它其實也是一個AR裝置 它是聽覺場域的AR裝置 它可以按照你所在的地方 進行一些事情 可以用語音給它一些指令 而且過程裡面 它盡量不要打擾你 那我覺得DR&RMR 它的特點就是在 它可以讓大家有種 共同在場的感覺 但是如果過程裡面 太打擾大家的話 那大家就能去使用 所以像Slinger 它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AR 但是它有一點點AR的感覺 就是說 大家可以隨時好像 就是我們叫MPS的可能性 就是大家在看彼此的時候 演講稍微飄響 就知道我們現在正在 好了什麼事情 而且也像俄羅斯方塊 接下來講的方塊一樣 大家可能也會想說 那接下來就是 通通會怎麼回答 接下來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在 同樣的一個脈絡裡面 那它也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把各位的手機 有點好像徵收回來 變成我們的交材交法 裡面的就是焦距一樣 因為在這種長時間的演講裡面 一般的課堂上面 大概到第二十分鐘 大家就開始滑手機了 這是一定的 很多人是一定的 就是如果有什麼東西 可以按讚的話 大家合成會不對勁 會發抖等等 這些都是有的 那我們的合作法其實很簡單 不是去跟大家 視窗手機搶助理 這一定想不贏 而是視窗 就是讓各位的手機 上面有個視窗 是我們的這場演講 那所以你如果想要 按照東西的讚 你有個東西可以按讚 就是別人的問題 那你如果想要留言 因為你一留言就 冒在自己的網 比你跑去這個PTT 或抵抗留言 他的那個成就感要快速 那些東西滿足 所以也就是說 幫大家注意 導引到 我們叫Prosocial 就是促進人員 自己彼此了解的地方 而不是把各自的注意力帶開 好像如果現在 在聽眾裡面有人話 Instagram 看到一個笑話 突然開始笑 他旁邊一起注意 吸引過去 那我們這場演講的 Prosocial的狀況 就分工離析了 但是如果 就是現在是一個 所以大家共用著這樣子一個 Augmented 其實也是一種 AR 直到 Aumentation的方式 比較Gentle 就是比較合化 那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注意就可以 用得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 不管是用來做 共同創作 用藝術的方式 用來做一些教學 用來做一種互動式的建模 等等 那這些大概都是 奠近在 讓大家有種共同在場的感受 不是為了VR而VR 而是為了 現在其實有很多跨市區 而且他們也都是很容易來台灣 但這些朋友 在說我們無論如何 還是要凝聚到一些共同價值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說 那我們就先去 馬特洪洪 那邊這個畫像論壇 有時候只有十成中 而十成中 但是無論如何 彼此之間都會感到更新鮮 那這個時候 回來再用二維的視訊 或是實時打電話 給大家都覺得蠻OK的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 中間聽Beauty的 這段VR的時間的話 那很容易就是 歌聲已經無難和解析度 尤其如果網路 就沒有很快 沒有無據 那這個時候 就是變相當像有點抽格 然後 你就會在那裡 腦補對方的表情 然後就當然大腦 腦補最苦 但是如果裡面 碰過實際的對方 那我大概都是錯的 但這個時候 其實加開一下 大家好像有理解 對方的想法 事實上是南韻北斥 極通壓倒這個情況 所以 這是我目前的一些 應用的做法 那當然 政府理系都有 尤其是在像 工業局 技術處都有相關的一些 政策的輔導 不過我想未來再不去應用上面 尤其是 跟聯絡局健康 這兩件事情上面 我還會再花更多的力氣 想去輔導 尤其這兩個利用 那有三四位朋友們問說 新光集團內的關係企業眾多 跨越不同的產業領域 如何運用諮詢品牌以及技術 提供決策者更多元以及即時的諮詢 做出更有益經營的決策判斷 我當然很難提新興起算教授 不過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在指揮中心的一些做法 那 如果要加我LINE的話 我LINE叫Digital Minister MBM Awareness OK 你看 對對對 現在就可以加了 但是我很少加LINE 我要先加在這裡 我只會想來看一次 睡前看一次 那我是把LINE當E-mail用 然後把E-mail當LINE用 就是E-mail以後 每半個小時一定會 所以LINE我一定要再看兩次 那中間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很多人是打字打一行就送出 打一行就送出 但這樣的話是 很花我的注意力 也很花所有人的注意力 所以我就是等一整天下來 你不管輸入到什麼程度 我只看一次 那如果E-mail就是你寫一行 就送出給所有人 然後再回信給你自己 再一行 再送出給所有人 再一行 回信給所有人 你明天就會出來 沒有人這樣子用E-mail的 所以 也就是說E-mail有一個 就是有對大家用的時候 可以接受的禮儀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沒半小時 我比較不會達到 我自己的思緒 但是LINE的話 真的有辦法 因為六七字路一樣 這樣子的寫下去的話 Anyway 好,對不起,回來 好,那在關係企業 眾多跨越不同產業領域的情形下 我們之前 在總路面林克松 或者是在我們的 瑞伊的這個計畫裡面 都有一個叫做 恆向 就是Horizontal Network 恆向的網路 這個做法 那怎麼講呢 就是 話題上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在登山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碰到各種各樣子不同的 利害關係 我們在台灣 有兩台座 超過三進公司的防禪 然後 每一個 像這個過程裡面 都會經過 國家公園的管理處 這個警政署 林務局 還有理事替 大家都有的沒有的 那 如果是很資深的閃友 其實我這樣子講 其實大腦理都已經通出畫面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要怎麼樣子去進行這個申請 但對於新手來講是非常困難 而且尤其在外國朋友來講 甚至我當時在談戀的時候 還有一個如果你是外國人 英文 你只能用傳證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但是 你存在有它的道理 因為你要批政署 去管國家公園 或者是你要 林務局的山務去管 這個國家公園 所以不可能的事情 每個都有他自己的職私 尤其跨部會是非常困難的 其實同一部會 變跨局處才是最困難的 但總之就是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很難去做到 我們叫做的 就是敵人為本的一個設計方案 但是因為 中間有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瑞克這些年輕朋友 年輕朋友當然出身 就是無謂 他完全不知道 後面有這個 還能做結等等的這些 就是各種 私處處去圓等等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用自己的想法 去 discover 去訪問所有的山友 然後去一起定義出 他們覺得怎麼樣才是最好的 一站式的登山的這個過程 所以也就是說 以中為實力 就是實際使用者 他們體驗怎麼樣是比較好 為基礎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 其實就是去把每一個stakeholder都照來 尤其是曾經在網路上面發文 批評過我們的登山的政策 就是發得越兇的 我們就越早要來 那所以這個生活就包含就是 相當啊 或者是旅行社啊 或者是專門做搜救的啊等等 那實際面對面的去跨取出了 先去把大家的痛點去分享出來 那這個是這一場是接受感受啊 他們沒有受到建議 所以就是先確定每個人 對於每一個人 所碰到的目前的痛點的那種感受 能夠很充分地呈現出來 那充分地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透過設計思考的方式 去把理論上會比較好的那個流程 把它劃出來 那劃出來之後呢 當然就實際做出moke up 所以就有點像暴雪蘭米一樣 就大概是長這樣子的東西 那就變成長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是實際可以用的 那明天輸入 你要去判啊 做照片 或直接按快速申請幫你做照片 那它就自動帶出 你第一天 這個年第三天 比較可能的行程 那這邊不管是 像物料抽選啊 排隊啊 要做什麼 就有點像是 一些旅遊網站一樣 它會幫你把計較啊 酒店啊 這個租車啊 什麼東西全部都辦好 那本來的網站都還是在 也就是說本來的這些集團 子公司 沒有啊 是居住所 這些的服務都還是繼續提供 但是我們是透過 整合式的所謂的就是 life cycle 就是整個 生活周期 生命周期 去確保說 從你想要爬山 到真的爬山 到他晚上回來 的過程裡面 你會需要哪些服務 那把這些服務 全部都整理起來之後 那你自己再去自訂 說我要加一個檢疫 等等 那接下來再幫你去 幫每一個不同的就是 系統去進行 去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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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來就是 曉得最兇的朋友 再真的能夠進來 之後 那就開始把就是 比較抽象的這些 比較酸的這些回應 變成比較 像甜的 這樣講的 比較有 建設性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這些解決方案的好處 就是說 同樣的就像剛那個 保水軟體一樣 就是每一個 不同的部門的承擔 其實他所定義下的單 也是善有 所以每一個人 也都可以用他自己的 善有的那個身份 而不是他在 就是本位主義的那個身份 去進行討論 去進行留言 而且還可以 給別人的 credit 說 手邊會有這些作成 就是 這個小弟的處長 那所以如果有什麼 過重的想法等等 那就不要 吸收全部的協調成分 而是說 這些有想法的 橫向已經串連起來 這些朋友 能夠來幫忙 吸收這些協調成分 所以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政府網站 多了一點人性 這個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 多了一點人性呢 就是因為有實際上 去切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我們的組織方法 大概就是確保說 裡面核心的這些 承擔就是錄不住了 當時他覺得說 每一部引建署 怎麼會網站做的不好 但不是引建署 只是要吸收 而是所有人 他可能有上下遊行職 業務關係的朋友 只要是你有爬山的興趣 就直接邀過來 然後一起去想說 這個系統怎麼樣做 好 那這個當然在大的系統一面 其實這個只是 真的 略教育並站在一腳 但在給我這個成功經驗之後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那我未來的東西 我也都能用這種方式去做的話 那他可以去把 未來更多的創新的可能性 都創造出來 因為就像剛才講的 我們是用每個做OpenAPI的這個精神 這個精神的意思 也就是說 我們最後逸送出的這個解決方案 就是這個一山式的服務 其實如果有人用 我們像說的 健行筆記 或者登山書 或者這些其他的APP的話 其實他們也可以回來去用 我們的這個API 然後去把它 再做成更好的APP的體驗 或者是VR AR等等這些體驗 而且你們都不用事前先問過我的 因為我們在做出這個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這個登山的 就是網站的時候 已經預留了這樣的空間 所以他如果問說沒有美語 那我們就說 沛田在這邊 你弄一個美語的版本吧 或者說沒有阿美語 那你就弄一個阿美語的版本吧 我們國家語言二十種 總共的說一下子全部都弄好 但是我們就是提供充足的資源 確保所有的 如果你在乎的話 那你不會很痛苦 你可以在有人有幫助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你信你來 不行我來 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去做到更多的服務的提送 當然是透過這樣子的做法 那最後一個問題 結在這邊蠻好的 就是中間新聞關卡 已經滿月了 那問題要如何解決 我每次回去跟娘奶奶 因為那裡是 就是你知道一個眷村 那就是一些 跟阿媽們溝通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 有數位會流的那個能力 就是本來他們是不會 在Youtube上面留言的 那現在這一個月來 大家都養成了在Youtube上面留言的能力 就是 數位會流退了那麼幾年 所以好像非常順便完成了 那也一瞬間好像還沒有到 就是阿滴英文的訂閱數很快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 就是 山長最快Youtube上講 真的很有效的去法 尤其是現在 你問到的這個 跨越時代 我們國後長輩 在他 就是平常看業績就好 但是因為他有一個平衡程度 所以他會 願意去學這些 所謂會流的這些工具 那又因為說當你的主要的收入來源 或廣告年齡或直播的收入中等等 是來自於實際的每個人的時候 那我們也看到說直播處它 事實上是要就是變得比較明確的 就是大家這邊比較在意你的東西 那它會比較去講 那它也比較少被就是廣告上支援 理論上如果未來就是參與的人員越多的話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往蠻不錯的方向發展 所以當然獨立機關的 我不會講這種關於獨立機關的話 但是我覺得就是大家一直在講的 所有人會留然後說就是有跨各種不同的 一些媒體啊 本來的媒體啊等等的應用的模式 那這一次因為這個事件的關係 確實也讓所有其他人看到說 說不定這真的是轉變的方向 如果不做數位轉型的話 那就是到最後你的mind share 可能就沒有辦法留著了 雖然大家還是很appreciate你的服務 但是像中間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取得mind share這個方法 我覺得是蠻值得不是只是媒體啦 任何在經營 就是相關服務的朋友們來參考 好那所以大概就今天先回答到這邊 那我還是覺得說 不是年輕一輩要去轉變老一輩 我們每次看像剛講到今天寶可夢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大部分出去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都知道是阿公阿嬤在帶孫子生命 還是生命在帶阿公阿嬤 那其實雙方對雙方來講 這都是新的東西 那我們在尤其像台北附近 在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是有什麼來片遍念想啊 當作照管使用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很多長輩了 在那邊解釋說 你這邊為什麼抓到一個女性 那這邊以前是水菌 那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有很多就是在地的溫室工作的想法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傳遞到小一輩的心理 那當然小一輩就有很多二次元的故事 可以跟長輩分享 所以只要我們在社會轉型的過程 是新的工廠 就是雙方都有對方不可替代的經驗 那我們也可以安排多一點 像是做過一種方式 這樣的方案來以及 他的更年輕的朋友們 都能夠進入我們的社會轉型的 共同設計的過程裡面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時代 很多自然就可以跨越了 但是它必須是各種不同的時代 都要有所貢獻 而不是說某一個時代 還像印度和其他時代改變 這也是日本在暴漲 IT達成 所以我總是最後會提醒的 這個IT只能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 連至數位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謝謝大家